同样都是鹰陀螺转世 左珠万花筒是六芒星为何般不是 忍戒大战六道仙人出场之后 他揭开了左珠的另一重身份 那就是鹰陀螺转世者 而鹰陀螺转世并不唯一 其中般同样也是 刚好是左珠的上一代 不过要说两人之间最像鹰陀螺的其实还是左珠 眼睛都是六芒星万花筒 特殊能力都是天照 就连虚左门户几乎都是一样的 这也说明般和左珠两人之间 最接近他们的老祖鹰陀螺的人就是左珠 所以这是否可以说明般的血统纯度 要比左珠差一些 而且般进化出的轮回炎等级都要低左珠一大 不过我认为应该不是这样 所谓鹰陀螺的转世者 其实就是鹰陀螺的后人中 被携带有他本人意志力的查克拉影响的人 并非是什么灵魂转世 六道仙人 波峰水门这些人都可以使用查克拉 将自己的精神意志保留下来 说白的就像是带友和本体同样思想的一个临时分身 而鹰陀螺的查克拉足够强 所以才能不断寄存在他的后代身上 就如六道仙人的查克拉 可以永世漂流在忍戒之中 所以左珠与般身为鹰陀螺转世的区别 就在于他们得到的鹰陀螺查克拉不一样多 可能是左珠得到的多一点 所以他的特征跟鹰陀螺更为相似 查克拉与血统高低并没有必然关系 两人都是与制波 般的永恒万发筒不比左珠的差 甚至还让人感觉他更胜一筹 闭着眼睛左珠都打破 睁开眼还能同左珠一包 有句话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所以不一定是接近祖先鹰陀螺的眼睛 才是最强的 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火影人物设定的问题 与制波一族的祖先 在最开始的设定并非是什么鹰陀螺 而是与制波般 这就是长篇动漫的缺陷 当前七的设定 没法覆盖后七的发展知识 当然只能再重构一个人物 所以在设计般的眼睛之时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鹰陀螺 甚至那时候还没想到转世的设定 并且很明显鹰陀螺的眼睛 就是完全照搬左珠 可鹰陀螺对应的阿修罗 与名人的相似度也很高 这两个人物其实是动漫原创的人物 所以在设计上就有点随意了 只能说是为了强行让转世的说法得到观念 以此来体现出转世者这一设定 本来与制波一族的万花筒 基本上都是不同的 无论是斑 带土 又还是左珠他们眼睛的形状都不同 所以总的来说 万花筒的形状并不能决定血统纯度高低 其实与制波一族并不是血组 不是吸血管 并不需要讲究什么血脉纯净 后代只要含有与制波的血脉 都有机会开启血轮眼 而这个机会很大的影响程度是后天的因素 就看中不中二吧 还有就是有没有喜欢的人 喜欢的人是不是挂掉了 或者受到超级加倍的伤害 以此才能让他们得到强烈的情感刺激 从而开启血轮眼 所以 和与制波做朋友争威胁 关系不好可能被他们打死 关系太好可能会被别人打死